然后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青春教育晚上的公爱各个堂 我是今天晚上的说科老师 我叫四月 好吧 我叫四月 然后这个字念四 可能这个有同学不太认识 就一二三四的四这样叫的 然后今天晚上的案例呢 我们是用Pathom的去实现一个淘宝商品数据的一个采集 然后准备的一些工具呢 比较多 对吧 准备的工具比较多 我就重点讲一下我们今天会 会实际上去使用的 就关于这个森林友 这个是重点 其他的呢 你照着那个教程去安装就可以了 对啊 森林友的话呢 我要稍微的介绍一下 首先呢 它是我们Pathom当中的一个工具 一个功能 一个模块 对吧 这个模块的话呢 可以用来干嘛呢 可以用来去操作 操作咱们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操作浏览器 对吧 去操作浏览器的一个东西 那至于如何让他真正的能够去操作到浏览器呢 需要配置很多的一些小东西 对吧 这个呢 可能得你们自己去按照教程去配置 我就不多逼逼 对吧 这关于这下面有很多东西需要配置的 如果你是直接的跟着我去交代嘛 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好吧 因为我是课前提前配置好了的 关于这些环境的话 它这个模块的话呢 是用来操作浏览器的 明白吧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去操作浏览器 去帮助我们 比如说浏览商品 对吧 去抓取商品的一些信息 去登录淘宝 这些操作它都是可以做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Cernio 它的一个作用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总结而言呢 就是直接用这个模块 去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个数据的采集 好吧 那其实使用这个Cernio的一个思路 以及流程呢 也非常的简单 注意了 非常的简单 有多简单呢 Cernio这个东西啊 只要你在课前把这些环境 给配置好了之后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有多方便啊 首先这个玩意的话呢 它的一个总体而言 它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 你如何操作咱们的一个浏览器的 那么呢 你就如何去编写代码 好吧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首先的话呢 我们去访问淘宝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 是去采集淘宝的一个信息 对啊 那首先我们就第一步 要打开咱们的一个谷歌浏览器 对不对 就是直接点击谷歌这个图标 打开 对吧 但这个操作呢 就不是我们手动去做了 注意了 我们是要通过代码的事情去做 对不对 在这里 稍等一下啊 我先问一下 今天来听各东西啊 今天来听各东西 现在在听各东西啊 有多少是零基础同学呢 有多少是零基础同学 可我零我看一下 好吧 然后如果你有基础的话呢 就可以可我一我看一下啊 忘记 忘记这 忘记这块事了啊 还是借助我的那个忠告啊 对于一些零基础同学呢 可能你听咱们今天这些课呢 可能会感觉脑袋有点嗡嗡的 对吧 可能会感觉有点点的听不懂 可能会有点点听不懂啊 如果你觉得老师我有点听不懂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找洛洛老师去反馈 去领取一些比较偏向于零基础同学的一些资料 对吧 去领取 然后去看一看 去学习一下 好吧 因为我们今天确实要去 需要去做案例 案例的话呢 肯定就要涉及到一些 对于你来说比较超纲的一些知识点 明白我意思吧 对于你来说比较超纲的一些知识点 所以的话呢 这个点也比较的重要啊 就是你是要去注意到了 关于零基础同学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 不管你有没有基础 对吧 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不懂的问题呢 你可以随时在咱们讨论区里面提问 对啊 这也是我们去看直播的一个作用嘛 对不对 不然你就不用看直播了 你看录播不就完事了嘛 对不对 好吧 这关于一些注意事项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 如何去做啊 好吧 前面您记录同学啊 有记录同学都听好了 我们说啊 这个CN6的话呢 就是如果操作浏览器 就是说编写带嘛 对吧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去打开一个 呃浏览器的话呢 我们 很简单 对吧 第一步就很简单 打开浏览器 对不对 第一步我们就打开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要去浏览淘宝的话 对不对 要去浏览淘宝商品的话 第一步打开浏览器 当然我们打开的是谷歌 当然我们打开的是谷歌浏览器 对不对 那这个步骤 如何通过代码去实现呢 对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讲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对不对 如何去通过咱们的代码去创建一个浏览器 OK啊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说用这个CN6去操作浏览器的 那肯定 打开浏览器呢 也是用它去打开 对不对 而不是说我们手动去打开 那不可能 对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导入这个工具 对啊 工具的导入呢 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从就from嘛 是从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懂的话呢 可以翻译一下啊 对啊 从哪里 从咱们的一个CN6当中 去import import是导入进口 对不对 去导入咱们的一个webjower 其实就是从这个CN6这个模块里面呢 去导入咱们的一个浏览器操作的一个功能 对吧 或者说浏览器操作的这个小部分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大工具包 这个webjower的话呢 只是它里面的一个小功能 一个小部分 那怎么翻译的啊 对了啊 提的好啊 这个翻译的话呢 其实也是咱们这个PyCharm里面的一个独有的功能 明白我意思吧 也是咱们PyCharm里面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功能 叫做一个小插件 你可以在这里面呢 点击文件 点击设置 里面有一个插件 插件里面的话呢 会有这个叫做translation的一个东西 这个玩意呢 它就是一个插件 明白吧 也是我们PyCharm里面比较 相对而说比较好用的一个插件啊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说老师 你这个工具怎么是中文的 对不对 它除了 除了翻译插件以外 还有一个汉化插件 大家还有一个汉化插件 叫做Chinese 看到没有 就这玩意儿啊 叫做一个汉化插件 大家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工具呢 给它变成一个中文的版本 需要你去下载 然后相关的教程 我说了 对吧 像这些某某什么什么安装的教程呢 统一的找到 乐乐老师都可以去领取 对吧 但关于这工具这些呢 你就先不要去研究了 对吧 先听我讲 对吧 先听我做 好不好 有能把酷的介绍 转成中文的插件吗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 你只能自己去翻译 你只能自己去翻译 你说的这个还真没有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导入了这个CNU里面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那下面的话呢 其实我就可以借用这个功能 帮助我们去导入 帮助我们去操作 打开浏览器了 对不对 就可以去实行这第一个步骤了 对吧 那我们就缩一步走一步 好不好 我们就缩一步走一步 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 对不对 按照我们打开浏览器的这个思路 我们缩一步走一步去实现 好不好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借用到它打开浏览器 对不对 那如何打开呢 首先我们要用到这个功能 对不对 这个功能如果用 来看好了 直接使用web教文 在后面的话呢 点一个Chrome 还没 点一个Chrome 你可以点啊 就基本上在我们Pathor里面 所有的一些操作方式 都是通过点的方式去使用的 比如说你可以点Chrome 我们这个点Chrome 就是打开咱们这个谷歌浏览器 对不对 谷歌的这个英文叫Chrome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打开一个 像火狐浏览器啊 对不对 就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edg啊 就可以选这个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浏览器 但是注意了 你要使用哪一个浏览器 那你就得去配置 哪一个浏览器的驱动 明白 能懂我意思吗 那能懂我什么是驱动呢 对吧 那这个你就可以去参考 我给到你们的一个安装教程了 对不对 就可以去看看了 驱动的话呢 其实就是去操作浏览器的一个程序 明白吧 它实际上呢 叫点exe 它就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呢 就实际上我们Cernio 它不是直接去操作浏览器 它是间接去操作浏览器 好吧 它操作驱动 然后驱动再去操作浏览器 这个安装我就不多废话了 然后这个直接写 直接这样写 不要误导人啊 不是这个玩意儿 它不是PIP音色道的 它不是PIP音色道安装的 具体的安装方法 去找一下乐乐老师领取教程 好吧 它不是PIP安装的 再强调一遍了 你别说老师 我PIP音色道ChromeJower 那就闹笑话了 不是我教的 这个小白绝对不是我教的 好吧 然后当前这样 就我们使用这个WebJower 点一个Chrome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一句代码 它就是打开谷歌浏览器 那我们右键运行 看一看 右键运行 运行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是一个浏览器弹出来 然后突然就消失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控制台当中 也没有任何的报错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 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们这个配置 没有出问题 证明我们的驱动 都安装好了 我们下面的话 能够用它去打开网站了 你看吧 但是如果说老师 为什么一闪而过呢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呢 那这个的话 我们待会 我们先给它复个值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程序中止了 你看吧 程序中止了 那代表我们的程序中止 这个驱动 它也会给我中止掉 所以当前的话 我们来一个主色 这什么叫主色呢 对吧 主色的话 就是不让它停止 你看吧 不让程序停止 OK 来我们看一看 再来右经线看看 发个网站 淘宝 自己去百度 看到没 然后当节目的话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打开了 对不对 并且呢 这个浏览器 它并没有给我关闭掉 对不对 它并没有给我关闭掉 然后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你要去访问 这个百度 你要去访问这个淘宝 你就可以 该访问都就可以去访问了 对吧 没问题吧 OK啊 然后这是我们的 这个打开浏览器的操作 他就说老师 我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是要干嘛呢 那你们想一下 比如说我第一步 打开浏览器之后 我是不是要来到 这个淘宝的官网 对吧 我是不是要来到 这个淘宝的官网 怎么去到淘宝官网呢 3w.淘宝.com 对不对 当然完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https冒号写杠写杠 3w.淘宝.com 等一下 什么回事啊 不是这个吗 好家伙 它不是3w.淘宝.com 但不重要不重要 这个真不重要 对吧 我敲错了 反正第一步 我们是要来到 这个首页 对吧 这个没问题吧 怪怪的 怪怪的 第一步我们是要来到首页 但是为了去减化 我们代码的一个步骤呢 那你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我直接来到 这个搜索页面 对不对 我直接来到 这个商品页面 对吧 这样是不是更加的 对于我们代码来说 是不是会更加的 这个爽一些 大家比如说 我们去搜索一个 iPhone14 这个类似 OK 当我们搜完 这个关键词以后 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直接给我们 打开了一个什么 直接给我们 打开了一个登录界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想要用这个 搜索功能的话呢 你得先登录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得先登录 没错吧 那OK 那首先我们第一步 肯定要解决什么呢 肯定要先登录一下 对吧 登录之后的话呢 我再可以去访问到 它的首页 我再去操作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首先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 第二步就干嘛呢 登录咱们的一个 对吧 就是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对不对 我们写代码也是这样的 你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对吧 当然有些问题 它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就要去登录 咱们的一个淘宝 对吧 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最难的一个地方 最难的一个位置 好吧 最难的一个地方 对 CNU代码执行之后 就会自动关闭 有的它不会自动关闭 有 有些的它又不会自动关闭 这个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吧 好吧 有些时候 它也不会给你 自动的关闭那个程序 好吧 但如果你是关闭了的话 你不想让它关闭 你就让来一个主色 对不对 你就让它来一个主色就行了 OK 下面这张代码 我就给它往下面放了 然后中间这里面 我们实现登录的一个逻辑 如果登录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先要有一个 登录的链接 对不对 首先我就把这个链接 给它存过来 这是我们登录的一个网址 待会我们就直接用它 去打开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对不对 来2.1 注意了 2.1 打开 登录网页 对不对 那下面如何去通过代码 去打开这个登录网页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这个Java 它是浏览器 对不对 它是不是浏览器 那用这个浏览器 如果打开 点一个get 然后直接把UIL传进来 等于咱们的一个loginUIL 直接把链接给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替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你直接看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打开了这个淘宝网页 对吧 那打开这个网页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是不是得要去输入这个账号和密码了 是不是 我是不是得要去输入这个账号和密码了 然后点击登录 没错吧 OK 到这里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到这里其实还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到这里就是你们听起来有问题吗 灵旧同学们 听起来感觉有压力吗 应该压力不大 对不对 就其实思路很简单 对吧 就是我们如何去操作浏览器的 就如何去携带吧 对不对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对吧 但下面就难了 要上难度了 那首先的话 当前我们是不是要去输入这个账号 对不对 那输入这个账号 首先我们是不是得要先找到这个账号的一个框啊 对不对 我们首先输入先要找到这个框 你不找到这个框 你怎么输入呢 对吧 那我们通过肉眼去看 一看这个框就在这里 对吧 那废话嘛 我们眼睛肯定一下子就能定位到嘛 那但是你想一下 电脑它能够直接这么快速定位到吗 不能 我们得告诉他 对不对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先定位到这个框 当然如何去定位呢 右键点击检查 注意了 这个很简单 其实也很简单 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呢 在这个右边会弹出一个框 在这个右边会弹出一个框 弹出这个框以后 我把洛洛老师放一边啊 好吧 放一边去 让大家看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界面啊 没有加洛洛老师同学呢 记得一定要在课前去加一下 好吧 一定要去加一下 没有加同学去加一下 然后我把它放到一边去啊 我们各的录播所有的资料呢 都是在洛洛老师那边的哈 我就把洛洛老师放开了哈 我们仔细看一下 然后右键啊 就选中了这个框 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它直接给我们来到了这个import 对不对 你看 直接的来到了这段代码 然后这段代码代表什么呢 代表咱们的一个输入框 对吧 代表这个输入框 那我想要通过代码的方式 定位到它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右键啊 大家注意了 一行一行找 那别啊 别这样啊 一行一行找 有点累啊 同学 但还有一种方式啊 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 对不对 还有一种方式啊 各位同学们注意了 还有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在这里是不是能够看到 有一个 这个是 左上角 对不对 这个框的左上角 它有一个点击选项 看到没有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我们悬浮到这个 你要选中的框框上面 比如说这个输入框 对不对 比如这个输入框 你要点中 点中以后的话呢 你就发现它直接定位到了 对吧 定位到之后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去 匹配到它 对不对 那你可以直接干嘛呢 同学们注意了 这个比较重点啊 直接选 定位到它之后啊 直接右键 注意了啊 直接右键 右键干嘛呢 copy 还有没 copy copy什么呢 copy它的一个select 还有没有 复制 对吧 copy它的一个select 那老师 这个select 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对吧 这个select呢 其实就是咱们的 你可以把它粘过来 复制好之后啊 你可以给它粘过来 仔细的看一看 对吧 是一段这个玩意儿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对吧 你先不用去纠结啊 这到底怎么怎么出现的 对吧 怎么来的 对不对 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操作 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知道它的作用就可以了 对吧 作为灵界的同学 你能够做到这一步 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啊 所以你也不用去 现在也不用去特意的去纠结它的一个原理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一节课呢 讲不清楚啊 而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假设想要去匹配到这个框 好吧 我们假设想要匹配到它 怎么匹配呢 Counter加F 把刚刚复制的东西粘进来 你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效果没有 把刚刚复制的东西粘过来 Counter加F啊 掉出这个搜索框 粘进来以后你发现 这个input框 它发光发亮了 对不对 它发光发亮了 没错吧 也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当前的这一段文字 这一段这个英文 它定位到了这个标签 对不对 发现没有 它定位到了这个输入框 对吧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个效果吗 通过代码的方式 能够定位到这个标签 对不对 能够定位到我们网页当中的一个元素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做了第二 2.1啊 就是2.2啊 就是定位咱们的一个输入框 对不对 并且啊 并且输入账号 和密码 对吧 这是我们2.2要去做的一个事 对吧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Java 注意了啊 这里面我们是点 同样还是点啊 对吧 同样还是用Java点 点什么呢 我们是要查找 对不对 我们是要定位输入框 定位是查找的一个词嘛 查找是什么呢 fand嘛 对不对 fand什么呢 fand元素 没错吧 fand元素 a-e-l-e-m-e-n-t element是元素的一个意思 那通过什么方式去查找呢 我们刚刚是复制的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是不是copy的一个selector 对不对 那查找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通过select的方式去查找 对吧 s-e-l-e-a 然后呢 你发现就有提示了 还没有 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or 对不对 其实就是解释起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通过select的方式呢 去查找咱们的一个网页元素 好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提一个问题 大家注意了 我们是要使用第一个呢 还是使用第二个呢 大家是需要使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的话呢 它也是select 第二个也是select 第一个呢 没有s 第二个呢 有s 要用哪个 没错啊 用第一个 对不对 要用第一个 为什么用第一个 因为我们只需要定位到一个框啊 对吧 首先先定位到咱们的第一个账号框嘛 对不对 把它粘进来 对吧 这就可以去定位到咱们的一个账号输入框了 对吧 其实很简单嘛 就你学过这个小学或者说初中数学 不对 小学或者初中英语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代s呢 是负数的意思 对不对 不代s 就是单数的意思 对吧 然后这行代码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到这个账号输入框 对吧 定位到以后我们要干嘛 同学们 定位到之后 我是不是要输入这个账号了 对吧 对不对 老师这个库好像不是最新版的 没错啊 我用的 我前面讲了呀 我个前就讲了的呀 对吧 我用的这个seline呢 是3.141的一个版本的呀 所以你如果要去使用的话呢 如果你是用的新版本的话呢 你的使用方法会不一样一些 对吧 会不一样一些 好吧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跟着我来嘛 当然如果你有基础的话呢 你就可以照着你自己的一个新版本去写 对吧 但新版本的话呢 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语法 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吧 OK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对于这个玩意儿啊 对于这个玩意儿的话 我们下面就继续 就干嘛呢 输入 对不对 我要输入账号呀 没错吧 那输入账号 如果去输入呢 诶 注意了 在后面 继续点啊 在后面继续点 点什么呢 点一个send case 往里面 你就可以去输入你的账号了 明白吧 比如说老师我的账号呢 是1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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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一串 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账号 对不对 当然账号是11位 对啊 这个是手机号 这个是你的手机号 对啊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输入手机号了 OK 然后密码呢 对啊 这个是账号呀 对啊 写个注释啊 这个是账号 对不对 那下一步岂不是密码了 对啊 密码的操作方式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操作 那首先选中它右键检查 对啊 检查之后的话呢 我们干嘛呢 这玩意儿有点卡 检查之后的话呢 我们直接选中到这个密码框 对不对 选中到密码框以后的话呢 右键 啊 copy select 不要复制说了啊 右键 copy selector 对吧 复制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首先通过Java点一个Find的啊 这个selector 哎 就这玩意儿 然后呢 粘过来 对啊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点一个send case 这里面就写你的密码了 那密码的话呢 比如说你是123456 对不对 这里就可以写密码了 明白吧 啊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你最后再要点击登录 对不对 最后就是点击登录 对吧 那点击登录的话呢 是这一步操作啊 这一步操作 你看 好吧 就你首先选中到这个登录框 右键 copy selector 对吧 你看还是一样的操作 点一个Find 然后里面的话呢 把它粘进来 粘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最后点一个 注意了 点击这个框的话呢 是点click啊 点click是点击的意思 OK 点击的意思 好吧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右键运行 看一下效果了 但是现在呢 肯定是不行的 我可以打包票啊 现在呢 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首先我的账号密码都不对 是吧 我的账号密码都不是正确的 但现在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效果 哎 你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当我们点击登录的时候 它出了一个滑坏 对吧 而且这个滑坏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这个滑坏 你怎么滑都滑不过 啊 这个滑坏 你怎么滑你都滑不过 对吧 啊 怎么滑都滑不过 就还 就暂且不说我们 哎老师 哎不是说老师可以用森林 去过滑坏吗 对不对 对确实森林 可以过滑坏 但现在我是用森林 过吗 我是用 我是用手过啊 我手都过不去 对吧 你更别说机器了 机器那更过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得回过头来去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是 就首先这个账号密码 跟这个账号密码没有关系 你不要说老师 哎你的账号密码有问题 所以呢 他错的 对不对 跟这个没关系 对吧 现在问题的根源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已经被识别了 就淘宝的话呢 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个森林友 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是用的这个自动化测试软件控制的 对不对 你看 上面都还有一个提示 对吧 说Core我们正在接受自动化软件测试软件的一个控制 对不对 那 那这个淘宝不是想识别就识别你 对吧 想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呢 就是要去隐藏一些咱们森林友呢 自带的一些属性 因为实际上森林友去打开一个浏览器 和我们正常去打开一个浏览器 还是不同的 对不对 虽然链接是一样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修改的 没说吧 OK啊 那这些该如何修改呢 我们就得要来到这个配置方面了 好吧 就得要去来到咱们这个前面 给咱们的一个Chrome 加一些配置项 好吧 如果去加呢 首先我们先来新建一个 好吧 先来新建一个咱们的一个浏览器 配置对象 好吧 浏览器 浏览器配置对象的话呢 还是通过 把浏览器点出来 点一个Chrome Optations 这个是浏览器的一个 谷歌的一个配置项 对吧 给它新建好 然后这个是Optations 到这里的话呢 可能就上难度了 同学们 可能就上难度了 注意了啊 然后导入 就是创建好这个配置对象 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得干嘛呢 那首先你想 这个 就对比而言的话 我们用Cineo打开 上面有一个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一个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得要把那个框 给它禁用掉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得要把那个框 给禁用掉 然后那个禁用的方法呢 我就 我就不带大家去写了 这段代码的话呢 大家直接去找咱们的一个 洛洛老师去领取 好吧 直接去找洛洛老师去领取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玩意儿 不需要你去死进被啊 好吧 这个东西呢 它不需要你去死进被 这个基本上 你每一个浏览器 都可以这么做 好吧 每一个浏览器 都可以这么做啊 你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好 扣过来 OK 就这么一些啊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啊 还有一个 就是反爬松特征的一个处理 还有一个这个 好吧 就总共呢 就是这么一堆代码 还没 然后我讲一下这些代码 它的一个作用啊 当然在下面的话呢 在这里打开浏览器的时候呢 我得把这个配置项 给它加上去 好吧 OPTICS等于OPTICS 加上去 加上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上面这几个 它的一个作用啊 首先这个的话呢 第一个是 禁用自动化的一个栏 对吧 那你现在再来运行一下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效果啊 当然它还是登录不了啊 它还是会有那个框啊 但现在你发现呢 它就变化了一些 首先上面这个玩意儿不见了 对不对 上面这个玩意儿不见了 对吧 然后其实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说屏蔽保存密码的提示框 那其实像我们如果登录完一个网站以后的话呢 咱们的浏览器呢 会自动的弹出一个什么 你要不要保存一个账号密码 对不对 要不要保存你的账号密码 是不是弹出这样的一个框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干嘛的呢 这个就是禁用那个保存那个账号密码的一个框 你看吧 啊 就是那个 这两个代码的一个意思 它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这个就是对于 咱们的一个 呃 Sendio当中 Sendio打开浏览器的一些属性的隐藏了 好吧 啊 就是关于属性的一些隐藏啊 然后这些准备好以后的话呢 大家还是会发现啊 这滑块还是在 对吧 这个滑块还是在 看到没有 感受到没有 就这个滑块还是在 但是呢 它过了 你发现没有 对吧 它过掉了 对不对 它过掉了 没错吧 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加的这些属性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但是它既然啊 同学们注意了啊 但是它既然出现了滑块 那肯定我们还是被识别了 啊 还是被识别了 啊 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些操作可以更加深层次的把这个 呃 属性 大家给它去掉 那把这些一些特征给它去掉 关于Sendio打开浏览器的一些特征给它去掉 明白吧 还有更深一层一层的属性 啊 有哪些呢 那就是我们这个JS文件干的事了 明白吧 就是这个文件干的事了啊 呃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在下面去操作吧 对了啊 在下面的话呢 那我们希望让这个首先我们先导入这个文件啊 好吧 我们先读取这个文件 其实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是针对咱们的一个呃 Sendio的一些属性进行操作 对吧 Sendio打开一个浏览器的属性进行操作 OK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读取它 好吧 读取它们的一个脚本啊 读取 读取这个JS脚本 那这个JS脚本呢 就可以真正的把它修改成一个人为打开的一个浏览器 好吧 F啊 我们先来一个Open Open的话呢 里面我们读取文件的话呢 是这个SET ST啊 点一个JS 对啊 然后呢 Model等于一个R啊 读取的方式打开嘛 你高点编码方式 UTF-8 对啊 然后最后的话呢 点一个Red 是把这个文件给读取出来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JS文件 读取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JS呢 给它执行一下 对不对 这里就是移除咱们的一个Sendio当中 爬虫的特征 好吧 移除Sendio当中爬虫的特征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JS啊 点一个咱们的一个 啊 一 就这个啊 执行咱们的一个JS 好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要写一段玩意儿啊 要写一段东西 这段东西呢 我怕敲错 我就直接扣下来了 好吧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当帮我们当年的这个页面呢 去添加一个脚本 对啊 添加一个脚本 然后让它去执行 对不对 就把这个脚本呢 给它读取进去 然后呢 让它执行一遍 执行一遍以后的话呢 咱们关于Sendio当中 所有爬虫的特征呢 就全部都没有了 好吧 就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效果了 什么效果呢 来 我们最后再运行一下啊 这里代码写的会有点多啊 所以罗东圈呢 可能会听起来有点 梦梦的啊 还是那句话啊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OK 但是你发现 它又打开了这个滑块啊 它又打开了这个滑块 是因为我的操作比较频繁了啊 所以这个滑块呢 出现的次数也比较频繁 好吧 OK 我们来做一个小操作 清空一下啊 好 然后让它慢慢清空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要换这个正确的这个账号密码了 朋友们 好吧 我就要换正确的账号密码了 当然正确的账号密码呢 我自己写了一个文件啊 在这个info里面 对啊 在这个info py里面 我直接导入了啊 我直接导入了 这是我自己去创建的一个文件啊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有这个手机号和这个密码 对吧 有手机号和密码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手机号和密码啊 打开看看啊 看个灯 想什么的啊 年纪轻轻的 不想好事啊 不想正事 成天想一些外门邪道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右舰运行啊 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效果啊 当然滑快又出现了啊 出现了就出现了吧 我们直接手动过了算了啊 好吧 滑快又出现了啊 但这个滑快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啊 好吧 滑快的一个绕过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啊 没有准备啊 也没有时间讲 好吧 因为你发现我们讲了40分钟啊 才讲完这个登录啊 还有爬去没有讲 所以滑快算了啊 如果想听的话呢 可以在系统课里面去看一看啊 然后我们下面呢 来把这个滑快 刚刚滑快的话呢 我们手动的过了一下啊 滑快我感兴趣啊 感兴趣 那今天我们也不讲了 感兴趣也没有啊 我们这里来一个 我想一下啊 这里的话能来一个延迟吧 来个延迟啊 我们过一过滑快啊 截图了就截图了呗 哎呀 这里我们是来一个time 然后time点一个sleep啊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让它来一个三秒钟 好吧 三秒够了啊 三秒够了 让它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留着过滑快啊 好吧 然后基本上像现在的这个滑快 你就可以手动去过了 但或者说你是用这个sendio去过 也可以啊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具体就是这个滑快是很简单 就没有那些特殊的属性 过掉了就过掉了 很简单 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三秒钟 是留给我们去过滑快的一个时间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这个主色我们就删掉了啊 主色我们就删掉了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哎 是不是就可以去获取咱们的一个商品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咱们的一个商品信息了 对啊 这是我们第三步要去做的 第三步 获取商品信息 对吧 就来到这个页面 去把咱们的一些商品信息给获取下来 你狗得狠 这个手机号我看就看呗 对吧 它也不影响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专会以后的话呢 那获取商品信息 我们就来仔细的研究一下了 对吧 如何去从这个页面当中去获取咱们的一个商品信息呢 那首先其实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到了这个 Find Element by Size Selector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去获取商品信息的话呢 也是用的这些方法 好吧 也是用的这些方法 可以吧 等一下啊 喉咙有点痛了 手痒给它关掉了 就来到这个页面了 近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去获取商品信息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要去把那个框给打开 对吧 第一步是不是还得把这个框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 首先我们等一下要去定位到这个商品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是要定位到这个商品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东西呢 需要的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像价格 什么标题 还有这个销量 还有这个店铺名称 以及这个地址 对吧 就是获取这些信息 然后如果有详细链接呢 也顺便的取一取 对吧 就是这些方法取 那取的话呢 首先我们等一下要去定位到它呀 对吧 定位到它呢 还是同样的方法 首先你先悬浮到这整个标题上 悬浮到它上面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要取到这个下面的所有的atoms 对吧 你看 所有的atoms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个商品 对吧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取到atoms里面的atom 对吧 需要取到atoms里面的atom 那这个操作的话呢 你可以去右键复制 但是呢 我感觉不带好 感觉不带好 对吧 我的建议还是自己手写一下吧 好吧 就点一个atoms 下面的一个atoms 下面的点atoms 但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东西呢 就比较多 对吧 所以我们还得去给它 进一步的优化一下 就前面再加一层 前面再给它加一层 就是总体 我会把这个复制给大家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吧 看一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去写好的一个 css的一个语法 也是那个select的一个语法 然后你看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定位到了 咱们网页当中的48个商品 对不对 就定位到了48个商品 这是我们提取数据的第一步 先定位所有的商品 3.1 定位所有的商品 同样还是java点一个fun的 element cssselect 这次用哪个啊 同学们 这次用哪个 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带s 还是不带s 第一个同学敲1 第二个同学敲2 好吧 这种问题基本上 很少有同学能够答错 对吧 很少有同学能够答错 看来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各位 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我有点低估你们了 不好意思 我道歉 好吧 我道歉 杠一下 杠一下就没必要了 好吧 然后这个我们准备要周后的话呢 它就是 就是这玩意儿给我们定位到的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商品进去 我们来一个divs 好吧 来一个divs 好 那定位到所有的商品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挨个 挨个啊 提取商品 对不是 提取每个商品的详情 信息 是老师教的好 不不不不不 是你聪明 是你聪明 好吧 是同学们聪明 这波从这波学生是我二三年教过 教过最聪明的一批学生 没有之一 好吧 然后下面我们继续啊 那提取每个商品的一个详境进行呢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得先要来循环啊 为什么要循环呢 因为这里我提取到的是所有商品的信息啊 它呢是一个复数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要把挨个每一个商品的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把每一个itom拿出来挨单个去提取 你看吧 把每一个itom提出来啊 把每一个商品信息给它拿到 然后挨个去提取 好啊 然后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 那第一步呢 我们是得要去取这个价格 对啊 取价格的话呢 我们先找到它嘛 是这个是john 对不对 是这个是john 是john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是john去便利呗 对不对 可以来试一下啊 或者我们最好的方式呢 还是把它给拿下来啊 然后在下面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二次提取 这里注意啊 这里是二次提取 二次提取呢 我们使用john的话呢 还是通过它啊 点一个find的element 注意了 这次是没带s的 二次提取的话呢 我们是要提取每一个商品的信息啊 那第一个的话呢 是它的价格 大家给它稍微的改一改啊 这提取它的价格 好吧 提取它 我们 要不就直接点一个process 看一看啊 直接点一个process吧 往里面点一个process 对啊 同样还是48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一个process吧 然后点一个test啊 对啊 点一个test 这是我们的一个价格 P-R-I-C-E 对啊 价格 提取 好吧 然后提取完价格以后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取这个标题 对啊 当然在这个右边有的商品呢 它是有这个销量的啊 所以我们最好的话呢 是把这个销量呢 也给它取一取啊 呃 销量的话呢 取的方式呢 是能够它去取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java 呃 div点一个它 然后啊 前面的话呢 来一个点啊 点一个test 好吧 那当然可有很多东西 可能我也觉得有点疑惑啊 说老师 呃 不对呀 对吧 那说你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呢 对吧 或者说像我们这个价格 有很多的一些操作 那都有一些不太明白 对吧 都有一些不太懂 啊 这销量销量用什么英文单词 给我想一下啊 啊 完了 这个取名字有点烦啊 嗯 销量用这个名字吗 好像不太好 啊 就这样吧 算了吧 嗯 销量 用这个吧 好吧 我们用这个 嗯 还算了 就用这个 不管了 好吧 啊 就这个 就这个 不讲了 不讲了 那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烦啊 嗯 啊 我刚刚讲到哪里来着了 啊 就是这个语法啊 这些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语法 对吧 很多人就会说老师 反正我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对吧 那其实也很正常啊 这个 如果你没有技术的话呢 它也不是你能看懂的啊 对吧 它也不是你能看懂的 所以呢 你也不用特意的去纠结 哎 到底这些语法呢 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具体的怎么办呢 具体的 其实你后续 如果你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呢 你也是会学到的 对啊 你也是会学到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你也不用慌啊 嗯 对啊 嗯 你包括 其实像 我们 GIT的同学 除了这些同学 应该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 这些同学啊 对于这些语法 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吧 对吧 应该有很多啊 应该不止你们一位啊 对吧 你要想 就这些语法啊 这里面写的一些语法 以及加上一些用法 我们在系统课里面呢 就得要去讲个好几节课 对吧 讲个好几节课 才能把这些东西给讲完 那关于课的话呢 我们只是去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些相关的一些用法 对不对 相关的一些操作啊 嗯 好吧 所以呢 这个影响不大了 引诱你入坑 也不得不是这个道理吧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呢 确实我们乖客 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对吧 你说是不是 你要乖客 我们也是要吃饭的呀 对不对 你像我们老师 难道我们老师就不用吃饭了吗 老师也是要吃饭的 你诱你入坑 然后出不去了 也不是出不去了 像我们有很多东西 其实不就已经出去了吗 对不对 当我嘴巴一提到系统客人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十几个同学已经退出去了 我不说是谁 我不说是谁 不用管那些退出去的同学 反正呢 我说了啊 退出剧中 现在是没有录播的 对吧 爱退 终于退出去吧 这个 不管我的事啊 贼啊 这个是获取他的一个商品的信息吧 然后我们还要去取到他的一个链接啊 链接的话呢 在哪里啊 链接很明显的在这个标签里面 对吧 在这个标签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重复的把它取一取 然后点一个get 呃 tt att什么来着 啊 对没 att什么来着 我忘了 点 点get attribut attribut ribut 是这个吧 然后在里面的话 就写它的一个属性名称啊 因为这个huff的话呢 是属性名 huff 但然后我们最后再给它打印一下啊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标题 我们第一个打印 然后价格呢 第二个打印 销量呢 第三个打印 然后 店铺名称呢 第四个打印 然后这个 第五个打印 最后呢 打印这个链接 好吧 然后我们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去运行这个程序了 希望不会报错 报错了就解决报错 过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呢 已经把这些 呃 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呢 给取出来了 但是 我们发现呢 呃 少了一个标题 是吧 嗯 啊 少了一个标题 那为什么没有取到这个标题呢 啊 犯什么毛病呢 这是 没有取到这个标题啊 哎 我来看一看哈 啊 等一下啊 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嗯 我们用这个取到它里面的一个内容试一试 从这一层开始走 好吧 然后这样试一试 啊 就有 现在就有这个标题了 看到没有 现在就有这个标题了 这老师脾气很好 又能开玩笑 讲得好戏 好理解 我是忠诚的粉丝 但不是忠诚的学生 你可以成为忠诚的学生 好吧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忠诚的学生 只是需要每个月只需要四百块钱左右 好吧 这句话好幽默 搞得我要想捶你又不想捶你 怪怪怪的 然后我们商品就已经采取完了 提到说 学这个可以做兼职不 可以做兼职 学这个是可以做兼职的 那有多少同学想要学判做兼职的呀 对啊 每个月给点原子就好了 对没错啊 做兼职是可以的 你包括像我们去学Pathom 爬虫去做兼职 对吧 也是OK的 然后爬虫做兼职的话呢 有同学 吴优同学提到 说 我进的那个群爬虫外包很少 这个看情况嘛 对吧 资源的话是需要自己去找的 对吧 资源是需要自己去找的 那很多情况下 你去做兼职 对吧 也不可能说 你花一点钱 报名个课程 我们就能够完整的把这个 所有的资源就能够 对啊 把你养肥了 给你 以后呢 你都不用找工作了 直接到我们这里做研制就行了 这个不可能 对吧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 外包平台 对不对 我们只是一个这个教育机构 就 如果你是我们的IP 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个外包群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你好像不是我们的IP 好像自己去找的一些外包 找自己去找的一个外包单 对吧 那所以呢 就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也无能为力 对吧 但是一些做外包的群的话呢 它有很多 对吧 网上其实有很多 但你自己去找的一些外包群 它的一个价格会比较的 就比较的低 说实在话 说实在话 我就举个例子吧 那比如说像这个啊 这种这种一个闭设的一个外包 对吧 那在我们 在我们给到同学们的 VIP的一个外包群里面呢 我们给到他们是500块钱 对吧 我们给到他们 给到我们的VIP群是500块钱 不是我们给的啊 是当时 它发过来就是500块钱 我们就是500块钱 就这么多 对吧 但如果是你自己去找的呢 可能就是 这个价格可能就是100块钱 甚至50块钱都有可能啊 甚至50块钱都有可能 对吧 然后这是关于一个网站开发 加一点点的这个 数据分析的一个外包 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关于咱们的一个远程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的一个外包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爬送的外包 基本上呢 咱们Python学习的好几个方向的外包都有 对吧 然后这都可以接单了 当然你掌握今天的内容 你想去接单肯定是不带现实的 对不对 你掌握今天的一个内容 去接外包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吧 花钱进外包群没听错吧 不是花钱进外包群啊 花钱的话呢 是去学习一个我们的系统课程 对啊 学习一个我们的系统课程 你给大家看一下吧 对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一个 这个天空同学问到啊 说能从基础开始学播 对吧 可以的啊 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啊 就是从零基础开始去教学的一个系统课程 你看吧 然后具体的你看 包括说老师 对吧 我想要去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去学习的同学啊 你可以去参考这个大纲啊 对不对 好吧 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学习路线图啊 然后这个学习路线图里面呢 包含了咱们Person学习的三个方向 对不对 包含了我们Person学习的三个方向 首先呢 有我们的一个爬虫开发 对不对 有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呢 有咱们的一个网站开发 对吧 有我们Person学习的三个方向 然后我们今天去讲的呢 实际上呢 就属于咱们的一个爬虫开发的这一部分 你看吧 然后数据分析的话呢 也是我们学习Person去工作的 去做坚持的一个部分 网站开发的话呢 也是一个部分 好吧 有这三个方向啊 数据挖掘的话呢 其实也是属于数据分析的一个拓展 你看吧 是属于数据分析的一个拓展 只不过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 这个呢 我们也会去教 对吧 就有这三个方向的所有内容 然后是一个从零基础开始的 从基础内容开始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里面的第一部分内容呢 肯定就是跟基础相关的 对吧 跟咱们Person基础相关的 一些什么列表啊 圆主啊 字典啊 对吧 还有集合啊 这些的 还有类语对象啊 申请拷贝啊 对吧 什么文件操作啊 什么一些编程规范啊 这些的 这些基本上是你学一门编程语言 必学的一个东西 每门语言都有啊 每门编程语言都有 对不对 有需要这个学习路线图的东西吗 有需要吗 有需要的同学 QV1我看一看 好吧 有需要这个学习路线图的同学 QV1我看一看 我看多少同学需要 需要的东西啊 需要的同学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的一个晋级老师 好吧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晋级老师呢 去领取一下 好吧 这个图的话呢 我们是免费给大家去提供的啊 你可以现在呢 去加一下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好吧 可以去加一下 咱们的一个晋级老师 去领取一下 咱们的一个学习路线图 然后呢 有一些什么 关于方向的一些问题啊 你也可以去咨询他 对不对 比如说老师 如果我想要去做兼职的话呢 我有哪些方向可以去学习 对不对 我想要去工作的话呢 我有哪些方向可以去学习 我要学习哪些部分 对吧 然后这个图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你从零基础 学到工作的所有内容 好吧 你从零基础学到 你要去工作所有的内容 好吧 然后顺便我也问一下吧 就今天来听课的东西啊 有多少是想要学拍展去工作的 对啊 想要学拍展去工作的同学 可以扣个一 好吧 然后呢 你如果是想要去做兼职啊 对吧 做兼职的同学可以扣个二 好吧 然后如果你是兴趣啊 对不对 或者说老师 我是工作需要啊 或者说老师 我是学习 对吧 我是学校需要的话 那可以扣个三 好吧 一二二 有同学是想要工作的 对吧 你们讲一下啊 就如果你是要去工作的话 同学们 如果你是想要去学 拍展去工作的话 呃 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是最好 全部啊 把那个大纲啊 把那个大纲 里面的所有内容 全部都学一下 对吧 最好全部都学一下 为什么呢 呃 其实大家如果感谢的话 你们可以去打开一个 像咱们的一个boss直聘 对吧 可以打开一个boss去看一看 你看吧 可以去打开一个boss直聘去看一看啊 这里面我们就定义全国 好吧 呃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呢 去搜索一下 关于咱们python的一个 python的一个职位 那比如说老师 诶 我对python爬 爬松这一块呢 比较感兴趣 对啊 那你就搜一下python爬松 然后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个 呃 首先薪资肯定是比较 就相对来说肯定还算比较可观的 对吧 薪资还算比较可观的 我们就直接看它的技术需求 技术是最主要的嘛 对不对 啊 然后当你点进去以后的话呢 你发现他们呢 这些技术需求啊 首先呃 薪资6到9k啊 在一些这个 呃 传统行业当中来说还算比较不错的 对吧 而且这个的话呢 是作为一个 差不多是作为一个刚入行啊 没有多久的一个学员啊 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 对吧 然后学历要求呢 也不是特别高 对吧 大成学历 然后它的要求呢 是参与爬松的系统和这个开发 对不对 定取规则以及清洗啊 清洗清洗的话呢 是属于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里面的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是抓取网站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个是掌握咱们的一个 呃 基础技术 对不对 找留 掌握一些主流的酷运用啊 然后这些script request啊 script的一个使用 对吧 script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教的 对不对 然后系统课里面呢 像这个request和script呢 都会去教 对吧 都会去教 然后都是深入的去教学 然后后续的话呢 正在表达是xpass css beautifulsop啊 beautifulsop的话呢 有一点老了 我们就没有去详细的讲 但是我们会讲 它的一个替代品啊 叫parsal 啊 它的一个替代品啊 原理的话呢 是一样的 对吧 操作起来的话呢 也跟这个beautifulsop呢 差不太多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像下面的这些数据库 我们都会去讲 对吧 然后还有下面这些操作 我们都会去详细的介绍 所以的话呢 像这份工作 如果说你去学好之后的话 对不对 如果你去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给它学好之后 就大概这个工作 你要学到哪个部分呢 就把这个部分 对吧 这一块的话呢 是爬松开发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是数据分析 对不对 把这两块学会 基础的话呢 前面两块是基础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对啊 把这一部分掌握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找这门工作了 对吧 你就可以去找这门工作了 你看吧 然后后续的话呢 这一块是网站开发的这一部分 有可能像某一些工作 它可能有一些需求的话呢 需要你会往在开发 对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它写的是爬松工作 对不对 6到10K的一个爬松工作 然后它的一个需求的话呢 负责爬松需求 对不对 爬松经验 什么 你看到这里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一块的话呢 是网站开发的一个内容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你得要什么呢 为什么你得要会多个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我建议你们最好都学一下 对不对 因为首先你全部都学完之后的话呢 对于你以后去找工作 你的机会更多 对吧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能够拿到的一个钱 你会的技术越多 你能够拿到的工资肯定也越高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这是你为什么要去工作 全部都得会一点 对吧 这是关于工作这一块 当然如果说老师 那我全部学一个方向 我就能不能找到工作了吗 也可以 但是工资可能会相对而言说偏低一点点 对不对 这是一个情况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咱们的第二部分 就是做兼职 对不对 也有同学是想要学班 去做兼职的 当然做兼职的话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渠道 对吧 你可以去 比如说有同学 老师我自己去找一些外包群 对不对 自己去找一些外包群 比如QQ群 对吧 还有一些什么微信群 自己去接 这也算是一些小平台 对吧 一些小平台 对吧 那你在这些小平台去接的话 首先它的压价会比较严重 虽然它不要压金 对吧 但它的压价会比较严重 500块钱的外包可能给你压到150 都有可能 对不对 然后这是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不安全 就人家哪一天跑路了 你都不知道 对吧 然后这是小平台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大平台 还有一些大平台也可以去接外包 比如像咱们的一个程序员客栈 对吧 估计大家可能也自己去了解过 对不对 关于一些可以接外包的平台 打有很多 什么一选 什么一品微客 什么开源重包 四连外包 等等等等 有这么一系列外包 对吧 但这里面的外包 价格不会给你压太多 价格是什么 基本上也是一个市场价 但是你没做出来是要发钱的 是有微微精的 对不对 然后这是大平台的一个副作用 当然它还有一些押金 你还得去交押金 还得有相关的一些资质 它可能才会给到你 所以这是大平台 对吧 但我们清通的话 也会给到VIP同学提供一个外包集团群 是我们VIP专门有的一个外包集团群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会不定期去发布一些外包 当然过年期间 我们肯定过年去了 肯定就没有发外包了 对吧 所以像我们上班的时间 只要我们有外包 就会直接往这个行业面发 基本上就是 这里面的外包呢 比如说像这个 大家随便挑一个吧 对吧 随便挑一个 比如像这个 吸引谁动 然后呢 发布一个爬快手两万 以顺便为视频的音乐 对吧 音乐视频下载播放量 什么点赞数量 收藏数量 文本等等等等 三千块钱起 对吧 其实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学完爬松之后 你能够去做的 对吧 学完爬松你能够去做的 这个是三千块钱的 对吧 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项目 对吧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这种 这种小外包 对吧 有大外包 也有小外包 这个就看情况了 比如像这个 对吧 去爬取一个菜谱网站 这个也是你学完爬松之后 能够直接去做的 对吧 好吧 这是关于所有的外包 有爬松 有数据分析 也有网站开发 这个都不定 对不对 所以 关于你要去做坚持 你要学习哪些 应该就明白了吧 对不对 应该就理解了吧 对不对 吃无非就是什么呢 还是一句话 对不对 还是一句话 你会的越多 对吧 就能接的越多 对不对 就能做的越多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当然你要说 哪些外包会比较偏多一点呢 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的话呢 是这个爬松 对吧 和咱们的数据分析 外包会比较偏多一些 好吧 然后讲到第三个部分 关于做监责的东西 你们如果不想多学的话呢 就可以学爬松和数据分析这一块 好吧 然后最后就是关于兴趣和工作需要 兴趣和工作需要的话呢 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对哪个部分比较感兴趣了 对不对 有的东西呢 可能对爬松比较感兴趣 爬松呢 很有意思 对吧 学起来呢 特别有成就感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点嘛 对不对 或者说爬松能够做一些你想做的事 那具体是什么事 这个你自己去想 对吧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 比如说我老师 我工作需要用到爬松 我工作需要用到数据分析 帮助我减轻工作的一个压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选择学习这两个部分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个相关的一个方向去学习 这个是完全OK的 好吧 然后这里详细哪个部分要学哪些呢 你可以去找咱们的近期老师呢 去详细的咨询 好吧 去提问 那关于我们的系统课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呢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关于我们系统课程 好吧 一边学一边挣钱 灰散你们懂的 也不说是灰散吧 灰散其实有一点违法了 但做爬松 怎么说呢 对于爬松这个东西 你要说它违法吧 有些时候 就是你如果跟了一个不懂事的老板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违法的操作 但老板不懂事 你得懂事啊 同学 对啊 就哪怕老师 你以后 你以后从事了这个爬松的一个岗位 对吧 你作为一个爬松开发工程师 对不对 那哪些事是可以做的 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 哪些事做的是要判刑的 哪些事做了不用判刑 这个你得要心里有数 你得要做到心里有数 对啊 就不要说 老板叫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不能这样啊 对吧 你得要告诉他 这个东西呢 不能做啊 这个东西做呢 它是要进去的 那比如说以前的话呢 像 以前 我记得在一几年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个案子啊 好像是一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案子啊 就是 有一个人去爬淘宝 对吧 有一个老板啊 带着他的程序员去爬淘宝 爬了几 爬了 十几亿吧 爬了十几亿的数据 还有一些数据呢 还有几亿数据呢 是买的 你看吧 是花钱买的 还有几亿数据呢 是在淘宝里面爬的 但他爬的时候呢 他又不老实啊 他爬的数据又多 然后呢 又涉及到了用户的隐私数据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他涉及到了用户的隐私数据 对吧 然后都进去了啊 然后都进去了 然后都进去了 对吧 所以 你像哪些人能爬 哪些人不能爬 你的心里要有数 对吧 你像我们随便去爬一些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商品 人家都 对吧 人家都不当回事 所以这些呢 就随便爬 对吧 但是呢 涉及到一些用户隐私的东西呢 你千万就别动了 对吧 千万就别动了 这些绝对是灰产 绝对是违法的 对吧 一旦被抓到了就直接判刑了 你就完了 你看吧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监制这块 所以 你懂了吧 好吧 然后就大概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的系统课程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系统课程呢 是一个从啊 从咱们的一个零基础开始 对吧 一直到咱们的一个职业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课程 好吧 总共的一个时间呢 是维持七个月时间的一个教学 对吧 总共的时间是七个月 那七个月的话呢 我们就是按照上面所提到的这个阶段的去学习 首先基础的话呢 我们管它叫核心编程 这个时间的话呢 是一个月时间 好吧 然后爬送的话呢 是一个半月时间 数据分析呢 是一个半月时间 然后最后网站开发的话呢 是三个月时间 总共加起来呢 就是七个月 然后这七个月的话呢 首先其实如果说像有多学老师 我要去做坚持的话 对不对 基本上你把前面两个月学完 前面两个多月学完 就可以去尝试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坚持 那比如说像一百到一千以内的 基本上就你可以自己去把握的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把握你能不能做的 那就是这些能够去做的坚持 好吧 然后这是当然是关于爬送相关的啊 对吧 当然你如果是一千以上的呢 可能就需要老师的辅导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系统课当中呢 肯定也是会提供老师的一个解答辅导的 对不对 这个是必然的啊 好吧 这关于坚持总共的七个月啊 七个月呢 达到一个可以去工作的一个状态 然后七个月 这七个月我们怎么学呢 对吧 七个月的一个学习方式的话呢 首先我们上课啊 对了 我们VIP的一个上课时间的话呢 是每周 一周是三节课 每周三节课 然后呢 在每周的一三五 或者每周的二四六 晚上的一个八点钟 到晚上的十点钟 直播授课的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上课时间 就是一周只有三节课 你不需要特别的担心说 老师我没有时间 对不对 老师我上课 老师我晚 我白天我要上班 对不对 白天我要上课 没有时间 不要担心 晚上 我们是晚上上课 对吧 然后一周只有三节课 那为什么一周只有三节课呢 对吧 原因就是 比如说老师我要上班 我要上学的同学 对不对 你在周一上课 假设你是一三五上课 对不对 那么你在二四六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做作业 对不对 就可以去复习 对吧 或者说老师 我周一没办法 没有时间来 你就可以周二 把录播给补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上课 VIP课 虽然是直播授课 但我们科罗图 也是会提供录播 加上老师的一个 一对一辅导的 你看吧 录播加老师的 一对一辅导的 对不对 你想缓一缓 没问题 对吧 我们会提供 这样的一个时间 给你去缓一缓 对吧 然后有问题 还可以找老师辅导 对不对 然后我们科罗图 还会提供 每节课的一个作业 对不对 每节课的一个作业 周一上完课 周二的话 你就可以有时间 去做作业 对不对 就不至于说老师 我没有时间 去做作业啥的 对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上课 对不对 然后老师 那万一说老师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空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后面两个月 后面三个月 要毕业了 对不对 或者说老师 我后面几个月 要加班了 对不对 公司突然业绩猛增 对不对 我需要加班了 那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 对啊 我们是我们课程的话 那是学习起来 也会比较自由 但也会比较自由 我们是可以去选择什么呢 冻结学习时间的 你看吧 冻结学习时间的 比如我们上课的话 首先是七个月 对不对 那你学到了 学到了 爬松 爬松学完了 那时候老师 我要加班了 对不对 那你就跟班主人说一下 你要冻结后面的 一个学生课程 对不对 冻结个几个月 对啊 然后等冻结过后的话 你再去学 对吧 这是可以去冻结 可以去灵活操作的一个东西 对啊 然后呢 等有时间了 时间了 再学习 OK 人被七个月 才学会一半的课程 后面还未未教 当然会啊 对吧 我们课程的话呢 就是为了去 就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保障你能够去学会 对吧 我们学习啊 大家可以发现的是 我们的学习呢 是按照这种阶段性 去学习的 对不对 是按照这种阶段 去学习的 学完第一个阶段 学第二个阶段 学完第二个阶段 学第三个阶段 对不对 但我们在学习的期间的话呢 我们是会有考试的 我们是会有考试的 同学们 好吧 然后这个考试的话呢 我们是给到大家干嘛呢 给到大家去 比如说老师 我考试没通过 对不对 没通过 那怎么办呢 重修 对吧 没通过就重新学一遍嘛 对吧 比如说你技术学完 技术考试没通过 对吧 60分及格 你打了个50分 打了个40分 怎么办呢 重新学一遍 对吧 你就跟着下一个班级 重新学一遍 你看我意思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重修机制 好吧 就是直到你学会为止 总共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直播的一个 学习权限 就大家纪念报名同学 我们会给到大家 两年的一个学习 直播学习权限 好吧 两年时间 就在两年时间内 你可以不限次数重修 好吧 可以不限次数重修 明白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直播学习 就基本上 你如果老师 可能有孩子同学会担心说 老师我两年 万一我两年还没学会呢 对吧 两年还没有学会 那只能证明一个事情 你根本就没有学 就这么简单 但凡你不小心学了 学完了一个流程 基本上你就能够去 做一些兼职 能够去找一些工作了 对吧 如果两年时间 你都没有学会 那就只有代表 只有一个代表 你就根本没有学 对不对 就根本没有学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你没有学 我能怎么办呢 对吧 我能拿着枪指着你的头 你他妈不学 不学我就蹦了你 我总不能这样吧 对吧 所以直播学一旋线 这个时间旋线 是比较合理的 但也是我们现在报名的 会给他赠送的 一个时间权线 对吧 一般的话 我们就是七个月 对吧 学完了就学完了 对吧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教学 费用的话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前面说 每个月是四百多块钱 对吧 每个月是四百多块钱 老师几个月呢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咱们的一个学费 有没有去了解过 相关的一个培训学费 有没有了解过 同学们 有了解过同学 可以猜一下 可以猜一下 就像现在的话 你一个丛林基础 学到你 对吧 学到你会的一个课程 大概能要多少 对吧 两万二 不要这么多吧 你在线下的价格 大概就是两三万块钱 对吧 在线下的价格 大概 比如说你在找一个线下班 去培训 就是两三万 对吧 但我们线上的话呢 不要这么贵 不要这么贵 线上的话呢 我们的学费 在 因为我们的教学 是在腾讯课堂上面教学的 对吧 我们是在腾讯课堂上面教学的 好吧 大家呢 也可以直接在腾讯课堂上面 去搜索 咱们的一个清灯教育 我们所有的像学费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服务 我们都是在腾讯课堂上面 去进行一个保障的 当然不要搞错了 不是这个杭州 跟这个杭州没有关系 对啊 我们是湖南 好吧 湖南 在腾讯课堂上面的一个名号标价的 一个全道贺能的学费 是8880 好吧 在腾讯课堂上面的名号标价是880 然后今天报名的同学 今天报名的前三位同学 好吧 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一个进取老师 领取一个800的优惠券 好吧 就只减 只减800 直接 减免 800的一个福利优惠 好吧 然后就是8880减去800 减800之后的话 我们的学费就是8080的一个学费了 好吧 然后8080的学费 如果说 老师 我的压力有点大 对吧 虽然你说老师 我收了压 压岁钱 对吧 但是 我压岁钱也没有这么多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吧 你如果学费压力比较大的话 我们是可以干嘛 是可以分期学习的 大家是可以分期学习的 我们前面也说了 对吧 每个月只需要400来块钱 对不对 我们最高的话 是给大家会支持到了 前三位同学报名的同学 最高的我们给大家支持 18期分期免疫学习 好吧 分18期的话 也就是咱们的一个8080 除以一个18 对不对 每个月的话 给大家算一下 对吧 每个月 就8080除以一个18 对不对 每个月就是448块钱 对吧 然后其实平均到你每一天的话 对不对 平均到你每一天的话 就多少 每一天的话15块钱不到 对不对 每一天的话 就15块钱不到 对不对 好吧 这关于我们的一个学费 对吧 今天报名的前三位同学 不仅可以领取到 咱们的一个800优惠券减免 还有咱们的一个 两年学习券减免 还有咱们的一个 分期免息的一个福利优惠 好吧 如果有想要了解的同学 可以直接去找 我们的一个进行老师 对吧 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咱们的进行课程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内容 想要了解的同学 可以去找咱们的一个 进行老师去了解 这数字很吉利 就确实 我也很能够理解 兼职还贷款 很赚 其实这个分期学习的话 它不属于贷款属性 它不属于贷款属性 因为同学一提到分期 老师你有骗我贷款 对吧 但其实这个分期的话 它不是属于贷款的一个性质 它就是 你就是那种 一个月一个月付的那种 那种操作 你看吧 就你可以在这个 资务宝上面去搜索一下 新能教育 就能够搜到那个小程序 分期的话呢 也是在那个小程序上面 去办理的 对吧 所以关于这个方面的话呢 压力也不会特别的大 对不对 好吧 压力也会做首付 首付的话呢 看你自己 对吧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是三百块钱 我那是吉利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 我还是跟你说一下吧 对吧 就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就跟你说一下 以免有一些 有一些大学生呢 可能会误解 对吧 说你骗我裸袋 对吧 骗我怎么样 好吧 反正一律关于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好吧 当然如果说你是已经工作了的同学 对不对 已经工作的同学 那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办理一些其他的 比如信用卡呀 有信用卡就信用卡 对不对 然后这个分期学习的话呢 是专门给到一些 确实想学 对不对 确实已经立了目标 想要今年把Python学好 对吧 想要今年把Python学的 对不对 在学校里面呢 想要学一点东西 是给到这些同学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分期 对吧 那实际上如果你想要 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工作了的同学呢 对于学费压力 一会四百多 可能你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那可能说你就去选择那个 信用卡分期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分期了 对吧 这关于我们那个分期啊 好吧 那天说好了 学这个出来工作干啥 工作的话呢 我前面没有讲吧 对吧 工作的话呢 其实像我们的一个 爬松工程师 对吧 还有就就相当于你是去做这些开发 对吧 做一些关于Python的一个开发的岗位 对吧 做一些关于开发的一些岗位 那像爬松啊 你是可以去找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 对吧 还有数据分析 你也可以去找 对吧 网站开发 你也可以去找 对吧 就关于Python相关的这三方面的工作 都是可以去找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都是可以去找的 对吧 这三个方向的工作都是可以去找的 好 然后补片我们学员 去工作的一个水平啊 对吧 补片我们学员去工作的一个 学呃 学员啊 学完之后 去工作的一个薪资 情况啊 大概的一个平均薪资的话呢 是在8到15k区间 对吧 是在8到15k区间 好吧 这个是一个平均薪资啊 平均薪资 有的同学可能工资比这个更好 还要高一些 当然也有的同学呢 工资可能没有那么高 对不对 可能说稍微的低一点点也有可能 好吧 这是相关的一个薪资区间 目前干测事的 想进去学Python 拿下华为AOB 可以啊 但你要进一些大企业的话 其实除了你的技术以外 你还得有一些资历哦 对吧 你还得有一些资历哦 对不对 还得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哦 明白吗 你还得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哦 进大厂的话 它是实力加运气 对吧 加一些学历 加自己的一些个人寄予 对吧 那明白吧 所以 进大厂的话 不是想进就进的 但如果你这些都具备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你进街去进华为啊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 好吧 就并不是打击大家啊 其实像很多的一些机构啊 可能会宣传说 我们给内推 给什么华为啊 给什么这个 什么阿里啊 腾讯啊 对啊 什么这些大厂的一些内推 对吧 听他们放屁 内推 人能进了 对吧 内推什么的 什么人都能进了 想什么的 对吧 好吧 老师我微信了 好 我们恭喜这个九同学 好吧 恭喜这个九同学啊 成功的加入我们的一个VIP学习 好吧 恭喜九同学通过微信支付300元啊 然后呢 成功一定报名咱们的一个 Python全套号研究课课上 获得我们的一个分级免息18期的一个福利优惠 然后咱们今天的一个优惠名呢 还有最后的两位同学啊 想要了解同学呢 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进行老师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的系统课程 好吧 反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吧 想要了解的同学呢 可以去找进行老师 也可以去找乐乐老师 两个老师都可以找 好吧 最后有问题可以找我啊 可以找 当然可以找 对吧 最后你学习的时候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找到我 对吧 就你报名桌的话呢 你是会加到我们的老师的一个微信的 你看吧 肯定能当OD啊 这个你当不当OD我不太清楚啊 但是 可能有点危险啊 这个想法有点危险我怎么这么说 好吧 然后大概系统课程呢就讲这么多吧 对于系统课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还有没有 有的话可以赶紧问啊 对于知识点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赶紧问 好吧 两个部分有问题都可以问啊 现在 可不可以 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签个道好吧 我们来到签道环节啊 当然我们的知识点呢 还没有讲完啊 知识点是没有讲完的 对吧 但现在的话呢 我们签道也是 可能有同学呢会比较累了啊 所以我今天签个道呢 以防后面有人打哑啊 来准备好啊 准备好签道同学呢 就签道了好吧 签道同学呢 可以免费的去领取 咱们的今天的一个录播啊 好吧 啊 签个道啊 还在的同学可以签个道哦 啊 陆波的话呢 是在课后啊 课后啊 你不要现在去找到要啊 课后找咱们的一个乐乐老师 好吧 课前的话呢 大家应该都是家的乐老师同学的吧 对不对 应该都是家的的哈 OK 好 然后 第三代人的马术 是不是很难 啊 你是不是说的那种文字点击的 就是说的那种文字点击的 那文字点击的 其实要通过一些 呃 人工智能的一些 图像识别的一些技术去过调啊 要通过那种技术去过调 对吧 当然像 其实像现在 呃 有这种验证码的话呢 其实 有这种验证码的话 其实现在市场上应该有一些解决方案了 对吧 像现在网站上面 其实应该是有一些解决方案了 如果你真正要 真正你在项目当中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呃 也是可以 也是有解决办法的 对吧 也是有解决办法的 好吧 ok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讲到这个保存数据和翻页 好吧 啊 我们继续下面的一个字典了 那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翻页啊 我们先运行一下 其实可以看到啊 就当我们把这个一期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直接的 干嘛了 他就直接的 把一页的内容取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翻一下页试一试啊 大家注意啊 就是翻完页以后的话呢 你把他的链记给他复制下来啊 嗯 我想一下啊 这里的话呢 需要给他来一个函数啊 来个函数 然后给他处理一下 呃 处理完之后的话呢 他这个玩意呢 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了 啊 当然 这一块不要放进去了 这一块不要放进去了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 哎 这个销量没有打印啊 好 然后基本上这个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翻页啊 翻页的话呢 我们是 把一页内容获取下来 以后的话呢 我们下面再进行一个 哎 把这个链接给他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然后就看一下链接的变化啊 其实基本上变化呢 那是这个S 对吧 前面有一些算数也变化了 但是呢 它不是影响翻页的一个置换重要的算数 啊 基本上变化的呢 是这个 每次呢 叠加44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嗯 就可以来一个函数啊 来个暴行环 DA到100页 对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让他来一个 Java 啊 就先 先取一下 取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重新打开 对啊 重新打开一下这个链接 呃 吴悠同学 吴悠同学听那个 洛洛老师说 你是 呃 要到八九九九十月份才有时间学习是吧 是不是 那你现在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去学呢 啊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去学呢 就如果说你现在呢 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去学的话呢 你现在报名的话呢 对吧 去打审赛 牛屁啊 牛屁 审赛 全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呃 因为现在报名的话呢 我们正好有这样的一些优惠 对吧 以及还有咱们的一个分期福利啊 呃 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呢 其实 呃 像你现在报名的话呢 对于 其实我觉得 享受这些福利优惠的话呢 呃 对于你以后的压力可能会更加小一些 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的话呢 你现在报名 大家有一些问题 啊 就是 就是 可能说老师我现在没有时间 对不对 我要九十月份才有时间 对吧 你可以选择去冻结学识 对不对 前面其实是一个我已经讲了的 对吧 你可以去选择冻结自己的一个学识 对吧 呃 既然报名以后的话呢 最起码你能留个念想啊 对不对 呃 像我们有很多东西就 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拖延性 或者说会有一个惰性 呃 就总想着 呃 等个什么时间再去学 对吧 然后实际上等到那个时间呢 呃 可能自己又要干其他的事了 对吧 可能又没有时间去学pansion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报名的话呢 更好 就正巧能够去催促你去学习 对吧 正巧能够去催促你去好好的学pansion 对吧 除此以外的话呢 你如果担心你不能好好的跟直播课学 对吧 那也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跟录播课去学 对不对 跟完录播课之后的话 你再去跟影片直播课 对不对 然后其中有问题的话呢 也是可以找到我们老师去辅导的 对吧 然后 这个学课的话呢 也是跟你先冻结的 对不对 你先报名的话呢 也可以 就对于你自己来说 首先可以去催促你自己去学习 对不对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 呃 去年就想着 去年开年的时候呢 就想着 对吧 我要好好的学 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们技术 然后到了年底 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学什么东西 对吧 到年底以后啊 到了第二年开年 到了今年 对吧 咱们刚开年嘛 对不对 然后又想着 我一定要好好学技术 一定要好好学好 对不对 一定要好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等到这一年结束 然后又发现自己 又没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学习的话呢 我觉得不要当一个拖延症 不要一直去往后拖 对不对 时间的话呢 永远是可以挤出来的 啊 学习这个Python的话 你就是一周啊 一周只需要六到八个小时 去看直播课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录播课的话呢 如果没有办法跟直播课 看录播课也是六到八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学的话呢 稍微的挤一挤 也是能够有时间去学的 对吧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你可能说 确实 对吧 平时呢 学习比较忙 对吧 我也都能理解啊 但是呢 真的要好好地去想一下学人们技术 对吧 好吧 就是关于这一块吧 你要去学的话 像东东学 对吧 你要我我最近就过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回去啊 回去过年 对吧 听一些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去唠叨 听一些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去说去说一些自己啊 工作上的一些事 对吧 去说一下自己现在呃 生活的一些事 对吧 先能够想到 其实怎么说呢 人与人的差距还是真的挺大的 真的挺大的 你会感觉就是 在你的圈子当中呢 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是那种非常非常自律的 对吧 非常非常自律的 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的 对吧 然后呢 也会为真努力的 对吧 像这一类人的话呢 他做的 就是他可能以后呢 可能以后他的发展 可能包括他现在的发展 那肯定就很不错 对吧 肯定就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部分人 啊 就 像绝大部分 就绝大部分人啊 或者这样说 对吧 绝大部分人呢 是这样的 就有一定的拖延症 对吧 啊 就是 今年想着 一定要一定要把这个事做了 一定要一定要把那个事做了 对吧 然后等到年底再聚的时候呢 又发现他还是那个鸟样子 对吧 他还是那个鸟样子 我就是这种人 对吧 我们很多的同学可能也是这种人 对吧 今年就想着 哎 我一定要一定要把这个什么什么事做了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好 对吧 然后等到年底之后 能发现自己 一回头去看 啊 好像还是什么都没学 对吧 所以 总结呢 就是你学习 一定不要有拖延症 而且你一定要坚持 对吧 一定要 一定要去坚持 加入屏啊 呃 可以的 可以的 好吧 小白同学啊 一个特例啊 好吧 嗯 其实东西就这么多 最后 就这个 这个我们翻译已经做了啊 翻译已经做了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保存了啊 保存啊 保存首先 我们先导入模块吧 首先我们先来去 我想一下哈 保存来来一个文件啊 叫淘宝点一个csv modal等于a 追加写入 然后 然后 这里咱们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的话呢 我需要去使用csv去写入 对啊 把文件传进去 然后使用它啊 点一个resherl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写数据了 这里是保存数据 然后把这样代码的给它移上来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表头啊 好吧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幽间运行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啊 好 你看 只要我们过得不平凡 就是 操作的不平凡 它就没有滑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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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去采集下来的一个效果 还没有 好吧 然后没有爬拳啊 太多了 我就没有爬完整了 大概就这么多吧 好吧 好吧 现在呢来到提问环节 大家有问题同学呢 可以问呢 可以问呢 还有几个名哦 还有两个 还有最后的两个名啊 对啊 想要学习同学可以去找咱们的一个呃进行老师去详细的了解啊 可以啊 小白同学又想按后面去的东西吗 小白同学 我后面没什么事儿了 我们就听下歌吧 那有问题同学们真的赶紧问哦 对吧 我现在是求着你们问问题啊 等到课后的话呢 就是你们求着问了啊 好吧 就等到我下课之后呢 就是你们求着问了啊 还问不到人了啊 那现在我正好我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了啊 对吧 你变得客户呢 就疯狂的问 找不到人问啊 好吧 最牛的爬中干过什么事儿 啊 看了没 看了没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看了没 当然谷歌防不了啊 因为它要翻墙啊 好吧 因为它要翻墙啊 对啊 当然说最牛的可能也不太 怎么说呢 可能也不太那个啥吧 对啊 但是 确实啊 你要说爬中的话呢 就是比较知名的 对吧 比较知名的 并且呢 赚了大钱的 那无非就是 谷歌 百度 对吧 音乐 我们下轻的